反台提前七勝 其實我沒有算 沒有算 我看那個資料上面的資料遊戲 26號才奪下 香港羽球超級系列賽冠軍的 戴姿穎未免成功 笑納今年第七金 球迷超級開心 但小戴沒有就此放鬆 連夜趕回家鄉 因為反台之後就有超級任務 比賽我全力以赴 但這些我看了就害怕 化身廣告女主角為國稅局代言 擔任電子發票推廣大使 在影片中教導民眾如何使用載具 第一次拍廣告的小戴 男演緊張神色 但球迷還是給他打了100分 裡面其實我也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被很多的紙打到 小戴人氣紅不讓 今年就曾擔任消防署防災大使 首次挑戰拍攝宣傳短片 不會演拍廣告真的不容易 但球迷最關心的還是 30號又公布年度排名 戴智穎能否纏聯後座 算算2017年小戴成績 全英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法國 香港 五座超級賽冠軍 以及亞錦賽金牌 加上世大運單打金牌 親面金牌到手 要做球後位子 似乎不是難事 我覺得去想 就是盡力的去打好每一場比賽 問到未來規劃 人士盡力打好每一場比賽 將著重在今年12月杜拜年中賽 平日練習不會少 勢必不久之後 又能聽到球後的好消息 記者王千里 SNG小組高雄報導 好